每年都有马达哈的事情发生 而每年这些事情呢 都往往会容易上到热搜去 而这个今年有一个事情比较特别 什么呢 因为考生他的这个准考证呢 他身份证被上厕所的时候被水冲走了 这个事情倒是求助警察叔叔人家 五分钟时间帮他补办好 没耽误考试 但这个事情大家就上了热搜了 因为大家说这个剧情没见过啊 以前没有这个事情是吧 是今年的新增项目 因为每年这个丢考准考证 忘带准考证 忘带身份证 跑错考场 这些新闻都是屡出不尽 每年都有 大家也都关心 为什么不用这个刷脸呢 是吧 你人到了那就没问题 只要人到了脸 就可以代替你的身份证 你的准考证 你的健康嘛 你这个那个都可以用脸来确定嘛 当然还有这个 有的事情我看着也挺搞笑的 说这个小孩穿的鞋里面含铁纱 就不让进去 因为那是内增高鞋 而这个鞋 你说穿着这鞋不让进 就光脚去考试嘛 哎这小孩居然跑出来和妈妈 送考的妈妈换了一双鞋 继续进去考试 这也是比较机灵的 但是也说明一点 送考还是蛮必要的 那你在当年高考的时候 都发生什么窘事 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 不妨分享到我的视频下方 给用评论告诉大家 来吧 来吧